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崔武子,见唐江而美之,随取之 这句话,崔武子,崔武子是齐国的一个大夫 见唐江,唐江是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是唐公的老婆 唐公的老婆 见到这个唐江长得非常漂亮 随取之,就把他娶回了家 他为什么能娶回家呢 因为唐公死掉了 唐公死掉的时候,就是在给唐公吊丧的时候 崔武子认识了这个唐江 觉得他很美,然后就把他娶回家了 等于说他娶了一个遗孀回去 庄公通烟 通呢是私通的意思 私通 庄公呢指的是齐庄公 齐庄公呢私通 就和这个唐江私通两个人 然后被崔武子发现了,崔子适之 崔武子就把齐庄公呢给杀掉了 啊,那么这个适子呢 一般来讲用在自杀妇 自杀妇 或者是沉杀君 叫做适 叫做适 我们来看第二段 燕子立于崔适之门外 就是这个燕子啊 听到齐庄公被杀的消息之后呢 就这个站在了崔家的门外 齐人约 他左右的人就问他 似乎你要为国君死难吗 就是你要跟着国君一起去死吗 吾,曰,燕子说什么呢 独武君也忽哉,忽死也 难道只是他 齐庄公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 独武君也忽哉 就是难道齐庄公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 吾,死也 我为什么要为他去死呢 曰,行乎 行乎的意思就是逃跑吗 那你准备要逃走吗 燕子曰 武罪也忽哉,武王也 这是武罪也忽哉 就是是我的罪过吗 是我的罪过吗 我为什么要逃走呢 也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这不是我的罪过 我凭什么要逃走了 然后这是接着 第三个问题 左右的人问 归乎 归乎就是回家的意思 那你要回家去吗 燕子曰 君死安归 国君都死了 我到哪里去呢 君民者 其以灵民 灵呢 其实是灵驾 高居的意思 灵驾高居的意思 就是说 作为一个做百姓的君主的人 难道只能高高的在上 这个灵驾于老百姓之上吗 是这意思 反问句 设计是主 设计就是国家 设计为主的意思是 要以国家为重 要以国家为重 那么成君者 其为其口实 口实呢 是指的俸禄的意思 就是做国君臣子的人 难道仅仅是为了他的俸禄吗 设计是养 也就是国家 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要扶持国家 所以说设计是养 设计是养 所以这里边他提出了自己很重要的观点 设计是主 就是君王要以国家为重 然后呢 臣子要以扶持国家为重 故君为设计死 则死之 所以如果国君为国家而死 那么做臣子的就应该和他一起去死 为设计王 则王之 如果国君为了国家而逃走 那么臣子就应该跟他一起逃走 若为己死 而为己亡 非其私逆 谁敢认之 如果国君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死掉了 因为自己而死掉了 或者因为一己之私而亡逃跑的意思 而逃跑 非其私逆 私逆是宠爱亲近的意思 不是他最宠爱亲近的人 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呢 谁敢认之 就是承担这个责任 且人有君而是之 况且人家是得到国君的信任的大臣 而把国君给杀了 无焉得死之 我不过是一般的臣子 我为什么要为他死呢 而且为什么要为他逃跑呢 而焉得亡之 将用 将用合规 将用合规 这是将合规的意思 将合规 就是我将要回到哪里去呢 就是没地方可去 最后一段 门起而入 门起呢 就是崔家呢 开门了 把门开开了 那么燕子干什么呢 枕尸骨而哭 枕尸骨而哭呢 就是他一脚跪在地上 就把其装供的尸体呢 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抱着哭了一回 心 哭完之后呢 心是站起来的意思 站起来 三涌而出 雍呢 是跳跃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去跳 跳着要出去了 然后这里跳跃呢 当然书上解释说呢 他表示了一种悲伤 表示悲伤 但雍的本意就是跳跃 就跳了三跳 然后就出门了 出门了 人为崔子 必杀之 有人说崔子一定会把这个燕银给杀掉的 崔子曰 崔子怎么说呢 民之妄也 妄呢 是指仰妄 敬仰 仰妄敬仰 也就是说 燕子这个人呢 他是百姓所敬仰的人 舍之得民 舍呢 就是放 放 是放 放了他呢 可以得民 得民心 得民心 就是他是百姓所敬仰的人 放了他呢 便可以得到民心 得到民心 这里边呢 就讲了整体上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我们做一个总结 整篇文章呢 讲了一个 齐专公呢 为了偷女人而被自己的臣子杀害 死得很下贱 这种方式 那么燕子呢 既不为他而死 也不为他而逃亡 因为在他看来 无论国君和臣子都应该为国家负责 这是他最重要的观点 然后如果国君失职 臣子就不必为他尽忠 这在当时呢 非常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啊 因为他至少说他不是一种 我们说的不是一种愚忠 不是一种愚忠 然后文章的结构当中呢 三问 三答 哪三问呢 第一问是死乎 然后行乎 归乎 是吧 三问 然后答中就有反问 最后归结到了设计 国家二字 国家二字 论子呢 非常的宣明 写作很有特色 好 这篇文章呢 就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描连 我贴 混音 我贴 那边 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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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贴